大家好 我们养沙漠玫瑰的时候 一旦养护不当就很容易烂根 而一般等到我们发现沙漠玫瑰烂根的时候呢 其实后期已经很难挽救了 那么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提前判断出这个沙漠玫瑰烂根然后做好补救措施呢 其实呢 非常简单 我们从叶片就能够观察出来 首先我们可以观察沙漠玫瑰植株最底端的这个叶片 如果叶片尖端边缘出现这个荷黄色 而且这个颜色呢会逐渐的扩大 而且呢还会往上发展有增多的一个趋势 那么就说明这个时候其实已经烂根了 那么第二种情况呢 我们就是观察这个植株啊 中间这一层的叶片 中间这一层叶片呢 如果叶片尖端边缘的出现这个黑点 而且黑点也会扩大 而且会扩散到其他叶片上面 那么这也说明它也是烂根造成的 第三个呢 我们就是看植株顶端的这些芯叶 如果之前叶片顶端生长非常旺盛 但是呢 之后啊 这个养护环境的没有任何的变化 叶片呢 突然就不生长了 或是长势停滞长得特别慢 那么这也是烂根的一个表现 这个时候呢 盆土里面的这个烂根呢 其实还不严重 我们呢 可以先给它在盆土里面放上一点这个厄梅林 用这个金甲厄梅林 它是一种土壤杀菌剂 可以杀灭到盆土里面的病菌 而且呢 它具有这个内吸传导作用 可以被植株所吸收 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 这样的话呢 后期啊 这个烂根呢 就能够抑制住 当然 我们还要找准它烂根的原因 烂根第一是环境普通风 第二个呢 就是浇水过多 第三个呢 就是土壤不够疏松透气 那么我们就一定要找准原因 然后及时的处理 如果是因为盆土配置不当的话呢 我们还是要给它托盆 修根 消毒杀菌再重新栽种了 如果等到后期肚子已经完全发软了 那么我们呢 就难以救治了 当然呢 肚子发软也有可能是因为长期没有浇水而导致的 那么我们就要根据实际情况来判断 好了 本期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